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热爱的生命就是天堂 当我今天活在热爱里面 其实我们要热爱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会经历第一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因为神是看不见的 我们很容易热爱我们看得见的东西 当年轻的夫妇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当他们看到多少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抓住金钱 我们实实在在抓住地位 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车子 这些是很实在的 但若不是天赐福于你 若不是神应许你 你真的能够享受这一切吗 各位电视学妹平安 新年蒙恩 新年快乐 还有还有新情人节快乐 好 感恩再一次的 我们可以借着恩典我们一同的聚集 一同的敬拜和赞美 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过着不一样的圣诞 我相信今年的新年 我们也很不一样 不论你现在是否和你的家人一同过节 还是你被迫需要分开 我盼望上帝这个时候 把不震动的国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在这新年 我们依然可以有平安 依然可以有喜乐 有盼望 因着上帝 我们可以有力量 请听宣召 我的神 我的王啊 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 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世自大的 配送极大的赞美 他的伟大无法测度 世世代代的人都要送赞你的作为 他们要传扬你大能的作为 慧众同生 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有 你的怜悯临到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 你的圣明也要称颂你 我们要讲论你国的荣耀 也要诉说你大能的作为 好使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和你国威严的尊荣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的王权存到万代 我们的口要说赞美耶和华的话 愿所有的人都永永远远 称颂他的圣明 阿们 就让我们用一首新年歌 来迎接新的一点 和新年祝新年 新年来祝恩典 愿大家都快乐过新年 和新年祝新年 新年来祝恩典 同欢乐同送严主恩典 多少万事主都 和新年祝新年 祝新年来祝恩典 愿大家都快乐过新年 和新年祝新年 新年祝新年 新年来祝恩典 愿大家都快乐过新年 和新年祝新年 新年来祝恩典 同歡樂 同手要祝恩典 多少萬事足夠 七手帶領 七萬憧憬 是否更隱情 可是新年 祝新年 新年來祝恩典 願大家都快樂過新年 祝你是我的力量 我的詩歌 你是我善哉 我救恩的包裝 我的心要膽膽 投靠你我主 你是我高台 你是我的堅固城 一起來! 我要付出的感謝 因你無必的大愛 昨日 今日 都永遠 我全心依靠你 雖然大地會震動 打算消閃會落語 但你心事的慈愛 永遠不會離開 祝你是我的力量 我的詩歌 你是我善哉 我救恩的包裝 你是我善哉 我救恩的包裝 我的心要膽膽 投靠你我主 你是我高台 你是我的堅固城 我要付出的感謝 因你無必的大愛 昨日 今日 都永遠 我全心依靠你 雖然大地會震動 打算消閃會落語 但你心事的慈愛 永遠不會離開 我要付出的感謝 因你無必的大愛 我要付出的感謝 因你無必的大愛 昨日 今日 都永遠 我全心依靠你 雖然大地會震動 打算消閃會落語 雖然大地會震動 打算消閃會落語 但你心事的慈愛 永遠不會離開 我要付出的感謝 因你無必的大愛 我要付出的感謝 因你無必的大愛 昨日 今日 都永遠 我全心依靠你 雖然大地會震動 打算消閃會落語 但你心事的慈愛 永遠不會離開 你心事的慈愛 永遠不會離開 你心事的慈愛 永遠不會離開 阿倫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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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 主你说 你的信实 你的慈爱 永远都不离开我们 谢谢天父 主谢你的话语 谢谢你的信实永不更改 主让我们更多地依靠你 主让我们更多地有你 谢谢天父的爱 谢谢天父 在我们生命中赐下的恩典 好得的甘甜 好得的荣誉 向我吹入气息 向我显明你真理 向我倾倒你荒语 让我能重新的爱 你说我属于你 你说孩子 我爱你 你的灵性 我心 进入你的痛在里 我是软弱 你的爱触摸 牵我的手 在绝望之后 耶稣 我爱你 你是我 你是我 一生 受罪求 我爱你 好得的荣誉 奇妙痕殿 何等甘甜 宝雪 细尽无悔 将我生命赎回 因为曾经你预备 我心震叹轻微 像你献上的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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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恩典 何等感天 宝血洗尽不悔 将我生命除备 愿为成见 你与预备 我心参叹 轻微 向你献上 赞美 我心参叹 轻微 向你献上 赞美 是的主啊 你奇妙的爱 喝得很甘甜 主我们的心 充满着对你的赞叹和赞美 主唯有你是我们唯一所求 主在未来的每一步 我们都知道有你的同在 谢谢天父 谢谢天父 主愿我们的赞美 愿我们的敬拜 如新香的祭 指神到你的面前 哈利路亚 愿一切的赞美 荣耀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报告的名秀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人们 新年快乐 如果你的聚会点是在星期天 年初三那一天聚集来敬拜的话 那今天也是情人节 也祝大家在关系里面 在爱里面美满 幸福 犹太人在两千年前失去了他们的家园 失去了他们的国家 失去了圣殿 但是神的子民是绝对不会白白受苦的 在截着下来的两千年里面 犹太人紧抓两个价值 他们紧紧地抓着这个事情 以致这个苦难最后反而成为他们最大的祝福 他们紧抓着神话语的价值 但犹太人失去圣殿以后 犹太人不能够敬拜 不能够献祭以后 他们把他们的整个心投入在研读神的话语里面 另外他们也非常紧抓家庭的价值 就像我们华人一样 结果这两千年过去以后 他们的国家重建起来 他们的家庭被恢复 而且他们也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各位家人们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这样子说 你们心里不要难过 你们应当信神也应当信我 和和本的翻译其实是更好的 在那里他翻译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是的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都面对苦难 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都面对挑战 但是你们不要忧愁 跟犹太人相比起来 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想起来算不了什么 我们到现在 可能我们还在隔离的痛苦和限制里面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能够被隔离 如果被隔离就代表我们有一个住的地方 那不是幸福吗 如果你还在为着你的车贷房贷在忧虑 在思考要怎么样去应付的话 我要告诉你 你就已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因为这世界有大部分的人 可能连房子车子都没有 当我们在想着 在忧伤着难过着 我们在这个新年 或者甚至这个情人节 不能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却也感恩至少我们所爱的人还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犹太人的受苦是没有白白受苦的 那今天我们更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去战胜这一切 因为犹太人不只是有神的话语 犹太人有上帝 而我们呢 我们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重宝 所以说我们要靠着神 我们要在这个时代紧抓这两个价值 我们要在这个时代继续的紧抓神的话语 继续的抓住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要以热爱神为中心 继续去热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伴侣 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 抓紧这个 当这个时代过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没有白白浪费这一个精力 我们没有白白浪费这个时代 好 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吗 拿起你的圣经来 这是我的信仰 我要领受 我的心敞开 我用明辨的思想 借着你的圣灵 生命化为祝福 荣耀归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阿们 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在南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 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忧愁 我们可以相信他之前 我们要来看在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一节 一直到三十八节 他出去以后 耶稣就说 现在人子得了荣耀 神也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 也要在自己身上荣耀人子 并且要立刻荣耀他 孩子们啊 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 你们要寻找我 但是我对犹太人说过 现在也照样对你们说 我去的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如果你们彼此相爱 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西门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 你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 我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着我去 但后来却要跟着我去 彼得说 主啊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着你去 为了你 我舍命也愿意 38节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计较之前 你必定三次不认我 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大家都可以看出这段经文的中心点 就是我们要领受神的新命令 我们要彼此相爱 并且好像耶稣爱我们那样的彼此相爱 耶稣对我们的爱是炽热的爱 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去了生命 承受这一切的痛苦 所以说耶稣要我们用他那一份炽热的爱 去爱着我们身边的人 去爱着彼此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的前与后 却不是那么理想的状况 在这段经文的前面和后面 是破裂破碎的关系 我们回到三十一节 一开始的时候三十一节 当你说他离开以后 那个他是指犹大 犹大决定离弃耶稣 犹大决定离开他们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皇后圣光 也有好一些的家人离开我们 当然每个人离开都有不同的原因 有些人也是无可奈何的 也是逼不得已的 但是家人们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有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为了金钱 千万不要因为财物 而离开神的家和你的家 各位犹大为什么会离开耶稣 为什么他会选择离开 约翰福音是记载的最清楚的 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 那里形容犹大是个贼 他常常偷取 偷取在那个钱财 常常去偷那个钱囊里面的钱 各位家人们 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 不要因为财物撇弃你的家人 不要因为财物撇弃神的家 我们知道在关系里面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有两个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角色的模糊不清 而第二个挑战就是金钱 昨天慧婉对我生气 他为什么对我生气呢 他说你每次只会跟孩子玩 但是你没有去管教孩子 结果变成我好像坏人 你就是好人 这个就叫做角色模糊不清 谁负责管教 管教到什么程度 在哪些事上有你出面 有他出面 当角色模糊不清的时候 在关系里面就会产生很多冲突 很多矛盾 但是很感恩 谢谢慧婉提醒我 我就把孩子照来摆黑年 然后就跟他们谈 你们要做什么 你们要做什么 这个是角色模糊不清 这是第一个 我们在关系里面 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 但是第二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金钱 就是财物 当我这样子讲说 金钱是美好关系 是我们热爱神和人之间的挑战的时候 我的意思不是说 所以说我们就不要管钱 我们不要理这些 只要爱情就好 只有爱情不需要面包 不是这个意思 正好相反 我所要讲的是 是的 就是因为为了热爱上帝 为了热爱我们身旁的人 为了神的家 为了我们的家 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我们要好好的赚钱 我们要管理好我们的财物 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得到更多的钱 来供应和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正如约翰卫斯里所说的 约翰卫斯里劝导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要尽全力的赚钱 然后尽全力的奉献 我们要勇敢的赚钱去奉献 去帮助 去供应 去祝福 这是我们要紧抓的 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为了面子 而在事业上努力打拼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不要为了能够打倒你的竞争对手 在事业上努力 这到底最后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不要为了只是为了要换更大的房子 更大的车 拼命的工作 这是没有价值的 要为了爱 因为热爱我们努力赚钱 因为热爱我们努力工作 因为热爱在这个时代 虽然有很多挑战 但是我继续的好好的经营着我的事业 经营着我们的工作 使我们可以有钱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是因为爱 但是也要非常小心 三类牧师 欧洲最大教会的牧师 三类曾讲过这句话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他说 金钱是最好的仆人 但是他是最苛刻 最糟糕的主人 他是最好的仆人 他是最糟糕的主人 如果你赚钱是为了爱 钱是你的仆人 他是最棒的 他是最美好的 但是如果你把那个持续一倒转了以后 你就把你的生命的控制权 交给一个非常残酷的主人里面 你不断要损害你自己 我要告诉你 你也会损害你和你身边的人的关系 你的热爱一定受到亏损 梁婷婷老师是文桥辅导中心的主任 去年他曾经来到我们当中 在我们的崇拜里面跟我们来分享 他有一次分享一个经历 他辅导一位中学生 这位中学生呢 他在班上他很不爽那一个老师 他觉得那个老师很骄傲很自大 气势凌人 就在课室里面当着众同学的面 跟老师抬杠 抬到最后他很不爽的时候 直接翻桌子 翻了桌子 当然吃亏的是自己 所以说他就被停学 最后也被迫一定要来见辅导 但是很感恩 他见到了婷婷老师 那梁婷婷老师呢 就跟他谈 当他跟他谈 体会他 同理他 跟他分享了以后 梁婷婷老师就决定 教这个中学生一个功课 就谈到后面的时候 婷婷老师突然间就跟他说 请你把你的左手举起来好吗 嘿 那个中学生其实是觉得 有点莫名其妙很奇怪 怎么叫我把左手举起来 那是OK 就把左手举起来 接着下来 婷婷说不要放下来 现在把你的右手举起来 他又再把他的右手举起来 然后你现在摇头 那个中学生跟着摇头 舌头伸出来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我就不表演了 OK 然后 这一切完了以后 放下去 然后现在婷婷老师 跟这位中学生说 来 现在 由你来 你吩咐我做什么 哇 那个中学生讲太好了 那才你这样整我 让我那么丑 现在看我怎么样对付你 然后他就反 转过来 跟婷婷老师说 把你的左手举起来 把你的右手举起来 头摆一摆 但是婷婷老师什么都不做 就笑笑的看住他 然后呢 婷婷老师就告诉这位中学生说 你为什么要把你行动的控制权 你情绪的遥控器 交给另外一个人呢 为什么他可以让你做出 那么愚昧的事情呢 为什么他要让你生气 你就生气呢 这是没有智慧的 这是不值得的 我们行为的控制权 我们情绪的遥控器 应该是留在我们的主权里面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同样的 当你如果今天把金钱和热爱的关系 对调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把你美好幸福的控制权 你情绪的遥控器 交给残酷的金钱 多少时候你知道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 我们是为了家人 我们努力工作 一开始都是这样 没有人一开始是说 我为了钱家人我要不顾 没有几个人是这样子的 但是当我们希望给家里更好的东西 我要买更大的房子 我要买更好的车 我要怎么样保险 我要给他们更好的教育 当我们开始做这很多的东西 去投资这些很不小心的 去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贷款 我们发现财务的压力 越来越大 渐渐的我们的心 从思念我们的家人 变成思念怎么找钱 结果笑容慢慢消失 在家里的时间 越来越少 原本是想着说 做这一切是为了家人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骗自己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大部分的精力 全部都耗在金钱上面 我们并非赚了这些金钱 来跟家人美好的相处 我们来是把我们真正整个生命 卖给了这些金钱的时候 各位他已经成为你的主人 各位美好的房子 大房子是好的 美好的车是好的 但是如果当中没有你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不在里面 那个意义何在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抓住这件事情 我们千万不要让那个持续倒转 记得永远记得那个持续 金钱是我的仆人 我是要赚取金钱来热爱上帝 我是要赚取金钱来热爱我的家人 这是前面 后面也是另外一个热爱的挑战 彼得 当耶稣说我要离开 我也是要那离开的 并且你们没有办法跟我到那里去 彼得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跟你去 我就算为你舍命我都愿意 但是耶稣这样子回答彼得 你为我舍命你愿意 接着下来 你还要三次不认我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的家人 我们在热爱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总是讲的太多 做的太少 我们总是把话讲得很满 在敬拜里面我们总是对神说 我怎么样的完全投入完全献给你 多少个年轻人跟身边的人说 我绝对不会像我父母那样 以后我的婚姻家庭一定美满 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真正生命的流露 我们真正做出来的却不是一样的 李佩尔是一位比利时的小丑 他曾经被评选为最佳的小丑 他常常在许多的医院 跟很多的孩子表演他的小丑的艺术 带给许多人欢乐 带给许多人欢笑 可是呢 后来他发生什么事 他却潜入他前同居女友 其实就是太太啦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他们不走正式的婚礼 就是他的太太 他潜入他的同居女友的这个家里面 然后呢 在他的三个孩子面前绑着他的女朋友 然后在三个孩子面前杀死他女朋友 我们包装一个美好的外表 我们犯散 我们嘴巴说我们对谁有多好 但是真正我们做到的是什么 我们是否把爱真正的流露出来 几年前我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 那个时候我的家庭 我跟慧婉和孩子去到一个低潮 我太忙碌了 一次我没有去热爱他们 我没有好好的热爱慧婉 热爱我的孩子 但是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经历 我记得我跟一个弟兄在谈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来好好的服侍神 多多的服侍上帝 突然间那个弟兄就流露一个态度出来 是很骄傲很轻视 有点嘲笑的 我才不要像你 我才不要像你服侍 结果就忽略家庭 我多爱我的家庭 我多放很多时间在我的妻子 在我的孩子身上 其实那时候也还好啦 我的家只是发觉忽略 然后就去调整 但是过后呢 那接着下来 我听到这个弟兄讲的话 当然也为他感恩 但是接着下来 这几年下来 却发现 话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实际情况不一样 接着下来发现 他和他的家人 就一直在闹 在冲突 后来甚至要闹离婚 我们都要介入去帮很多的东西 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经历 不是说 哇 那时候这样嘲笑我 真是爽 现在看他变成这样 不是 这个不是我 我要讲的是 他也好 我也好 我在那一件事情之前 我也是常常在讲台上 常常去告诉大家 怎样经营关系 怎样把家庭管理的好 他也好 我也好 我们都是一个曾经在嘴巴上 讲到自己 讲到我们的家 多么的厉害 讲到我们多么爱家人 讲到我们多么会管理家庭 讲到我们在关系上多么美好 但是实际出来的状况 却完全不是那样 我们总是这样 讲的太多 做的太少 各位家人们 各位神的孩子 倒不如承认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需要主 我们需要主的接纳 我们需要主的包容 带领我们进到 这一份热爱的关系里面 回到经文的中心 经文的中心 在第31节说 人子会得荣耀 神也要在人子 就是耶稣身上得荣耀 并且神也要荣耀人子 并且要立刻的荣耀他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的 荣耀 什么是荣耀 荣耀其实就是爱 为什么耶稣基督 比一切众神有更大的荣耀 因为耶稣不是说 我现在是神 我是宇宙的掌管者 你要敬拜我 这不是耶稣的做法 耶稣也不是现在 拿一些东西跟你换 你要进天堂吗 那你敬拜我 你要得福气吗 那你现在做什么 耶稣也不是这样跟你换 耶稣既不是用威权 也不是用利用 耶稣是用他的爱 让我们自然而然的 让我们自愿的 甘心的来到这位神面前去爱他 这个就是荣耀 就算今天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 就算今天我们感觉神 神并不在宇宙中掌权 但是我们依然敬拜他 这就是最大的荣耀 荣耀的故事就是爱的故事 荣耀的故事就是爱的故事 并且耶稣讲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要你们彼此相爱 各位 这其实并不是一条新命令 怎么可以说新呢 才在几天之前 耶稣跟一个律法师在讨论的时候 耶稣就说律法的总纲和总结 从摩西一直到现在 律法都是这样子教的 就是要爱神 爱人 爱自己 爱 彼此相爱 热爱 本来就是律法里面一直在教的 这并不是新的事情 但为什么耶稣说 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呢 那是因为 耶稣就在讲这一段话之前 耶稣设立的圣餐 耶稣设立的圣餐以后 耶稣拿起杯来 诸谢了说 这是我为你们所留的宝血 所立的行约 它是一条新命令 是因为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介入我们彼此的热爱之中 各位 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 我们能够爱多少呢 各位 我们在金钱的压力和诱惑之下 我们也常常放弃 我们常常搞混乱 在爱里面的优先持续 但是耶稣基督今天要跟我们同在 今天耶稣基督要介入我们当中 祂要赐下祂的爱给我们 祂要为我们牺牲 我们过去其实是为了许多的利益 因为你爱我我才爱你 因为你为我做什么我就为你做什么 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祂为我们开展了一个全新的路 好让我们在爱里面 我们有全新的热气 全新的炙热 潘霍华讲过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基督站在我们中间 我们只能借着祂 而与灵人相接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过去一直有一个误解 我一直以为我是耶稣和身边的人的桥梁 耶稣在我后面 现在我要去见证耶稣 现在我要把耶稣的爱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但是错了 潘霍华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 不是你站在耶稣和人中间 是耶稣站在你和你身边的人中间 你是透过耶稣借着耶稣 靠着耶稣去爱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 所以难怪我们过去一直失败 因为我们用自己那么脆弱软弱的爱 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怎么可能爱得成功呢 难怪我们每一次见证耶稣都没有人信主的 难怪我们过得那么辛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改变改变 今天是让耶稣在你和你太太的中间 让耶稣在你和你太太的中间 让耶稣在你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中间 让耶稣在你和你的金钱的中间 透过他 向他祷告 向他仰望 经历他 让耶稣在我和我所爱的人中间 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 如果对Jeff Fosworthy来讲 Jeff Fosworthy是 他是历史上最畅销的 戏剧类album的歌手 戏剧类album就是用一些drama 然后把那个音乐表达出来 他出过六张专辑 其中有三张卖超过三百万 今天已经是天方数字了 天方夜谭 难以想象的数字 那Jeff Fosworthy呢 他不管去到哪里工作 他都怎么样呢 他都会用钱包飞机 不管他去到美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工作 他会用钱租私人飞机 一定要飞回家 第二天早上呢 他一定准时的把他的两个孩子 和他的三个侄儿侄女 五个孩子再去学校 他要告诉他的家人和孩子说 你们非常重要 我值得为你们丢掉那个包飞机的钱 当然他包得起 Jeff宣称他所有的财富是属于上帝的 他一生都要好好地侍奉主 他每一个星期二晚上 都跟那些街友 就是入宿街头的人查经 十年没有一天中断 绝对不会为了工作放弃这个机会 绝对不会为了工作 失去和家人一起到学校去的那一段时光 当然今天我们不一定租得起飞机 今天但是我们有其他的方式 你所赚的 你所做的 最终就是为了家人 你所赚的 你所做的 最终是为了服侍上帝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知道疫情一定最后会过去 我们很感谢主 现在有一些美好的消息 世界排名第一打预防针最快的国家 我们知道是以色列 排名第二是阿联酋 第三是英国 那排名第一和第三的 以色列和阿联酋 他们现在的疫情都开始缓和了 可以看到 特别是在60岁以上 最高危险最大挑战的族群的感染率 康复率 重症率都开始在下降 非常令人鼓舞 但是当然最后我们的实际的印证 我们可能还要再多一点时间 特别是以色列 为什么第二个国家阿联酋 没有呢 因为他们的疫苗的来源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所以说各位 这个疫情其实最后一定会过去 就好像人世间过去许多的苦难 上世代的瘟疫 不停在每个世代的挑战里面 最后这一切都会过去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白白浪费这一次受苦呢 你是否可以在这个时候紧抓两个价值 热爱神 透过他的话热爱神 热爱你的家人 热爱你的恋人 让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敬拜你 千百个理由 我们甘心乐意的来爱你 你是我们唯一所爱 也因为热爱你 父啊 我们要去热爱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彼此相守 我一起把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父啊让我们走过这个时刻 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你兼顾我们 在这个新年 在这个情人节 让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 靠着主你的热爱 胜过这一切的挑战 胜过这一切的距离的隔阂 我们在主里面紧紧的在一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热爱神 为我们生命的忠心 让我们重新把我们生命的主权 交给天父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让我们一同来敬拜 让我们一同来敬拜 领住我的脸 我的魂 尊重他的生命 尽全心和权力 割锁你 我卷宠你的生命 太阳神清醒的一天来临 就是要再来歌颂我生 无人将要面对一时瞬间 破逆记忆 当夜晚来临人要歌颂你 送赞出我的力 我的魂 尊重祂的生命 尽全心和权力 歌颂你 我尊重你的生命 封身自爱 且不轻易发怒 你命之高 你的心宽容 以你的美 散布阻力 歌颂你 千万个理由 我要清拜你 颂赞出我的灵 我的魂 尊重祂的生命 尽全心和全力 歌颂你 我尊重祂的生命 歌颂你 那日来临 我的力量消失 生命到尽头的时候 来到 我心坚定 无知情歌颂你 千万年一直到永永远远 颂赞出我的灵 我地魂尊重祂的生命 尽全心和全力 歌颂你 歌颂你 我尊重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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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尊重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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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平安 新年快乐 情人节快乐 感谢赞美主 大家在刚刚已经过了 年初一经历的 那一个我们第二次的直播 大家的状况还好吗 有没有在一起 有没有能够投入敬拜 无论任何的情况 请你让我们知道 虽然在这个新年 我们都受到限制 不管在新马两地 但是我们去突破它 我知道如果让我们选择 我们甚至愿意 包飞机回来 跟家人相聚 但是因为这些限制 我们不害怕 我们靠着主 我们要去突破它 我们借着网络 借着各样 政府允许我们的范围里面 我们尽力地和家人 联系在一起 各位加油 在新春期间 所有的祷告协议 照常进行 只有在来临的星期三 我们有祷告七十 爱超越距离 让我们在主里面 以祷告彼此连接在一起 另外在下个星期 大家的崇拜现场 我们就移到新加坡 我们也请到 朱美娟老师 她是我在神学里面 最敬重 对我帮助最大的 其中一位老师 很感恩她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来分享 主礼相聚 随着目前现在 教会的全职同工 只有我一人 所以说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事物 就请直接联络我 那不过呢 关于奉献和财务相关的 请你WhatsApp 到教会的手机 018-365-4580 到那里去 好 家人们 我们一起来 在这个新年 大大的美好的 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热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那带着爱降临在我们中间的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三一奇妙 可谓荣耀的真神 愿你这时候敞开窗户 将你的热爱 将你自己倾倒在我们生命里面 从此以后 我们借着耶稣与人相处 借着耶稣来爱你 来爱人 并且承受极大的福气 把这一切爱的荣耀颂赞 都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祷告 大家一起说 Amen 然后接着下来 大家在一起说 跟周围的人说 加油 有 joke 中文字幕——YK